蹲在亲人遗体前气不成声 甚至有声哭到全身无力 这样的画面每天都在加萨 无情上演 持续时隔多月的战争 截至目前加萨走廊死亡人数 已冲破四万人 除了每地方埋葬遗体 饥荒杯歌也正在上演 巴勒斯坦多达四十万难民 除了粮食 饮水短缺 还要面临迁席和医疗资源问题 可怜的巴勒斯坦病童 甚至得离开加萨才能接受治疗 战争何时才能停火 至今依旧谈不拢 哈马斯说他不会参加 外媒指出哈马斯将不派员参加谈判 但事后还是会和埃及 以及卡达展开协商 等于是进行借鉴谈判 美国方面也呼吁双方及早停火 尽快化解冲突 因为只要一天没能达成协议 只会有更多加萨无辜百姓继续丧命 散灵新闻这场报道